講那麼多就是幫瑞哥沖個廠 接下來也要借用各位的掌聲 歡迎大家最期待的瑞哥分享 大家好 這個稍微有點慚愧 不過沒關係 我想我今天分享的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老公司 網際智慧成立1995年成立到現在 快30年了 阿康幫我以前 也就是說我們當時做的產品 我們是為自然輸入法而成立的公司 自然輸入法到現在其實30年 我們公司成立之前就有 所以這個一個很老很久的公司 那怎麼樣一路走過來 那不斷的挑戰 那不斷的去做嘗試 不斷的做創新 我想我大概可以分享的是這一塊 還有我們現在做的東西 那我接下來前面幾張投影片 就是我們稱為那種比較老派的投影片 就是公司如果比較久一點 那投影片會比較老派 所以前面會是老派投影片 可是到中間會有很新的投影片 因為我們有比較老的同事 有比較年輕的同事 做出來的投影片整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就是老派投影片 說明我們公司 我們其實從公司成立以來 都在做跟文字聲音有關的產品 那所以就一路走來 我們做很多產品 那早期就是做輸入法 那輸入法我們做了很多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就已經 在這個產品我們做 因為現在大型原模型起來 那我們其實在大概七八年前 就已經開始投入在 在這個利用機器學習 或透過其他的方式 我們在訓練做這個智能克服機器人 所以其實就已經involved很多 那隨著這個 這個現在生成式AI起來 我們在做的東西其實 比較偏向是怎麼樣 結合生成式AI的這些大型原模型 然後呢 有的是應用在產業 有的用在公司 有的用在個人 那比如說我們輸入法 可能就是用在個人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做一個 叫快合規的產品 它是用在這個 這個我們稱為生技產業 就是食品 健康食品 或者是美妝品的產業 如果是公司別的 其實像一般過去做客服機器人 他就是用在公司 他訓練的是公司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在做的 比較像是結合各個 這些不同的技術去串接起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做的領域 就是以前在講技術 現在開始在講應用 比如說我們一個是往寫作 一個是往配音 一個是往合規 大概這三大塊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在做的 我們以前做了很多軟體 那有的進到電視 汽車 飛機 手錶 那或者是進到這個 這個 這個 企業的應用 比如說這個 虛擬醫生 虛擬病人 那或者是用在教育 用在這個智慧音箱 那或者是 其實還有很多科 像科服系統 或者是語言學習的系統 其實過去很多 所以過去的歷史 就有很多 各種不同的歷史 就很 都是做文字語音 一塊是做OCR 那後來被 這個 我們把spin-off切出去 賣掉 那我們做語言學習 這個在2006年的時候 應該是說從2000年開始 這個.com 泡沫化之後 華語學習開始熱起來 那華語學習熱起來 我們因為做速度法 有這個文字跟聲音 那他對中文學習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後來成立了這個 IQ Chinese 那跟著 喬委會跟教育部在海外 在推華語學習 所以我們其實 在美國成立公司 那麼後來是聯合報 併購掉 變成聯合報教育事業部 那在電子書閱讀器 起來的時候 台灣一堆廠商做電子書閱讀器 但電子書閱讀器 它要搜尋 那搜尋 它就要有keyboard 就要有輸入法 那第二個就是說 電子書閱讀器 它要朗讀內容 要TTS 要語音合成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 就在那個時間 我們幾乎公下 所有的這個 台灣最多的 電子書閱讀器的 這些硬體廠商 那當時供應的 主要一個產品 叫iQQi輸入法 最後支援50國語言 那最後就是被 當時全球第三大的 輸入法公司 把我們買去 把那個事業買去 那在那個時間點就是 我覺得其實還算不錯 就是說我們其實 一開始也沒有想到 那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那我們另外一方面 我們有一個事業 叫做客服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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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做客服的平台 客服知識庫 客服管理 那後來就 它是一個產品線 這產品線後來 獨立成立一個公司 那現在叫網製服務 其實做的蠻不錯的 現在就是在很多大型的銀行 還有電信公司 它的這個KM系統 主要他們都是網製服務在供應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2016年 我們把輸入法的事業 賣掉之後 就開始投資 去做客服機器人 把所有 這邊賣掉的錢 全部投到這邊 那做這個客服機器人出來 後來進到像 像華航啦 或者是 中國星陰陀銀行 其他很多不同的應用產業 那這個部分在疫情的時候 在疫情那段時間 就是被大同世界科技定掉 這個事業 那目前現在應該是大同世界科技的主力產品 就是它現在這個 因為Track GPT出來變得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目前其實就是 也調整我們自己的產品跟路線 那現在往新的路線去走 就是我這個衣服講的這個AI AI生成從文字開始 那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叫自然輸入法 自然輸入法就是在 產生文字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產品 我們從這個產品再重新出發 所以後面就走了一些不同的應用 所以下面看的這個 這就是我們前天 前天剛發表的新產品 叫自然輸入法V13 那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叫自然美少女 那我們因為推這個產品 我們也把自然輸入法的網站 也改掉 叫text.tw 代表就是台灣最重要的文字輸入的平台 那秀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聲音是合成的 這就是我們那個自然美少女的聲音 但這是合成的喔 不是當場唸的 我這身邊打個廣告吧 這個 在打字的過程中 他會不斷學習你打的句子 那當然這個是英文 就是說我們可以 enable這個英文預測的模式 那他就可以打英文 那會做預測 在打中文的時候也可以預測 那另外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稱為 中英切換 智慧型的中英 中英切換 輕鬆來回中英模式 然後記一下 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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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那個為了是說 就是說輸入法本身會一直學 學您打的詞 那現在開始學句子 甚至后面希望我们是学文章 去学习使用者的这个习惯 那我们期待未来做到的是说 我因为我的不同的使用场景 我们带出的预测会根据场景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是在line上面 可能是边聊天 我今天是在office 或者是说我今天是在不同的地点 那我的打字可能会要预测 会推荐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后面的概念是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让user敲越少的键 那就可以带出越多的内容出来 这是我们后面在努力的 那好我这个就跳过去了 这个就是刚刚在讲的 那你说这个算不算AI 这其实也算一种AI 它是一种比较小的AI 我们用一个很小的小模型来做的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 让一个老的输入法怎么去创新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了 那我们现在用户 以自然输法目前现在用户大概差不多还有30万人 其实还非常多 那我们每天daily的user大约 就是我们daily的user有上网的 至少有2万 就其实这个用量还蛮高的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它的5年流存率大概75%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的 就是高年度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它跟习惯有关嘛 这是我们后面再继续再努力做的 那当然这个产品因为很久 所以它会经历台湾整个电脑软体 或者是电脑整个硬体起来的这个过程 那早期走卖段 那现在开始走订阅 那么从卖段到订阅 这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现在其实双线并行 那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订阅的营收 就超越卖段的营收了 那应该明年会更明显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营收的稳定 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好 那像我们做这种软体 Package的软体 我们对应到的对象 我想大家可能就 就是说这算是很长的时间去累积起来的 就是说我们有对刚刚看到是个人 但是我们有对到学校 我们有对到政府机关或者是企业团体 那但是呢 又如果需要有更大的销售的话 我们还进到政府采购共同供应契约 那要进到学校 让学校更容易卖 我们也变成是教育部 这个经过他们挑选 符合教育部的校园 这个数位内容软体的厂商 那这里面其实是大量时间的 这个布局跟大量时间的这个操作 那今年现在9月开始 开始进入到我们书法销售的旺季 就是学校单位采购 政府单位采购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双11 它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旺季对我们来讲 那这里面有个细节 这个可能未来再做分享 像这个也会变成是说 像我们在推产品买一套一套卖 那慢慢就衍生成是说 OK团体要卖 那这个license怎么算 那卖段多少钱 然后这个我们称为年授权多少钱 它就会慢慢进展出很多这种细节 那如果说我要为了推广 或为了我要养我们的年轻用户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的免费版有付费版 然后这个学校会走很便宜的价钱 而且让师生家用 所以 那刚刚是讲的是输入版 那现在讲的是我们另外一个产品 有100分钟语言 400位恋爱黑衣员任意差遣 你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云哲 My name is Anna I am a year soul Konichiwa Wata Siwa Dainch Aniangasaya Sanai ni kongongsao reso à sao Bonjour Je suis Denis Et je tiens de France 我可以是第一人 去临下的日记 你也可以是严厉而起门的 当然了 也可以是临下的日记 相信吗 从刚才你听到的热火声音 跟真人的声音 只要在这里贴上 你想要转成音档的文字 加入你喜欢的AI配音源 就可以调整语速 而且还能加入音效 那背景音乐 最后视听完成 就可以转成音档了 让你选时 选前 快速完成有声书 Podcast配音 诸位教材 有声试卷 文字NP3中页版AI 满足你任何需要配音的时刻 刚刚正哥就提到 20年前我们有一个叫文字NP3 这个产品 那现在这个产品 等于说是结合 现在生成制AI的一个 另外重新设计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一开始 设计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有出版社找我们 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 让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帮忙产有声书的产品 那我这边把这个文字NP3叫起来 其实它这个产品 一开始的设计目的 它其实不是给工程师用 因为各位很多是工程师 你们可以自己去串接很多API来做 我们这个是给秘书用的 就是我们是给办公室里面的文书处理人员用的 那其实出版社有很多编辑 那它其实有很多文章 那文章贴上来 它是不是就可以像导演一样 它就可以创作出来 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其实原始的文字 是从ChangeP生出来的 那是一个父母亲在叫小朋友起床 那接下来就可以自己好像自己的导演 然后就是加上标签 那hum 在小秦朗目标断 我这里站起来 它是给我们学习的 总 God 她就为你 cav bo 一个姿计 素晴 universes 怎么 二常 二常 原历 阿娜,如果你忘了學校車,我們不會帶你去遊樂區這週末 OK,我已經上升了 這是一個例子,剛剛這個是即時轉的,這不是事先預錄的 因為我剛剛在跑的時候可以看得到他這邊有這個點數 相當於Token在跑 這是一個即時的例子 我再挑另外一個例子,大家也可以感覺一下 我挑一個黑羊與白羊 這個比較簡單 白羊與黑羊 在一片遼闊的草原上,住著一隻白羊和一隻黑羊 他們相依為命,成為了好朋友 白羊活潑好動,充滿好奇心 而黑羊相對比較沉浸謹慎 有一天,他們決定一起去探險 他們來到了一間空屋子 黑羊推開了門,有上來刺激的氣味讓白羊感到不安 白羊害怕的提議說,還是去明亮的大草原吧 說完吉狼觀上門,他們來到了所謂的明亮大草原 味料還是有點可怕 在配審的途中,突然降出一頭可怕的狼追起了白羊 我想大概看這個感覺 他其實製作上就是文章貼上來 然後可以從旁邊這邊去選 說他要哪些配音員 這個配音員有很多可以選 中文的目前我們還會再繼續增加 事實上像剛剛聽到的是這個聲音 我們剛剛播那個自然書法的聲音 是另外的聲音 那就是我們自己同事的聲音 所以其實等於說用這樣的一個 我們其實在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 把這種軟體做到很簡單 讓一般的文書處理人員 他們也有能力自己來創作 所以這個就是老派的投影片 這個就比較新一點 一開始他的定位就是出版業 那我們現在也發現有一堆企業 他們要做那種比較簡單的影片 但是他們可能就是一般的文書處理人員 他們就可以運作到學校 反而我們覺得這種比較專業的狼面 可能通常大家自己也有自己的工具 像我們剛剛看到有一些影片 你會看到可能是用 DID做的或怎麼做的 這個 好 那我們同樣這個技術 我們也把它用在廣播 所以廣播就是 就是目前美麗華影城 它那個時間到了時候 這個豪華影城 每一個聽時間到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有那種廣播 那廣播也是合成的 快聞寶 快聞寶是我們其中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是希望幫助user 可以很快的送出他想要送出的這個文章段落 或者是很快的去送出一個組合後的報告 或者是它是一個 我看我時間是應該超過的 我看我時間是應該超過了 對 好 好 我看 播一個影片 這也是看一下 那這個影片是速成的 就是它比較像是花很短的時間做的 所以看起來 對 對 對 這是今年三月 趁那個ChartGPT熱度出來的一個產品 這次我們下指令 要在這篇文章中找到本文的三個重點 首先 我們將全部的文字複製起來 接著開啟ChartGPT生成內容管理 選擇一個分類 這個分類可以由您自行命名 我們已經事先建立一則新的知識 下指令為 用列點的方式總結出這篇文章的三個重點 並貼上剛剛複製的文字 點一下快文保AI魔法棒 快文保AI就會幫您整理出本篇文章的三個重點 您只要按下傳送箭頭 就可以將AI生成的文字 傳送到您當下有標題流的地方 趕快加入Chatsberg AI吧 這是其中一個功能 當時是趁熱度 我們其實本身像是一個 我們稱為這個產品 它其實是一個剪貼部 類似像Windows剪貼部 剪貼部就可以copy-pass的 我們一開始設計到 減少copy-pass的功能 到後來變成是簡單的文案管理 再結合ChartGPT 但是這個產品它目前 在某些特定的Domain 它可以做到Programmatic Free 但是對大部分的User來講的話 可能還不夠 所以我們把它定位成是一個 比較屬於Domain 特別Domain應用的一個產品 所以它還不是一個 適合一般User使用 所以這個我就細節就跳過去了 另外一個產品也是一樣 從文字然後再進一步運用到 這個定位是一個廣告文案 合規減合的一個平台 廣告合規預警 那它是怎麼做呢 這個可能會跟大家 如果有做生計或做Matic會有關 這是我們一個Preview版 那我這邊放一些Demo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廣告 有一個廣告文案我要丟出去了 那我要丟出去 通常很多行銷小編 它不一定是這個行業的 它不一定那麼熟 但是這裡面可能有很多風險 這個是可能會被罰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呢 它可能在 OK 那這個檢查就會帶出有風險的這些 這些詞或句子 那我可以罰數也移過去去看 這個風險好高 消除熊貓眼 那它就說明這個涉及醫療行為 那這邊有警示 還有參考的裁罰案例 哪一個公司在什麼時候 發了多少錢 然後這個 就類似像它就會有一些 警示的資料 那我們挑了這個例子 就刻意放了幾個 放了好多個危險字眼 所以這些危險字眼可以 上面的很容易就看得到 它的這個裁罰金額或紀錄 那這是一個等於說我們對很多做行銷 特別是食品化妝品 他們在做行銷的時候呢 很容易 通常是競爭對手去檢舉 檢舉就罰錢 那剛開始可能四萬五萬 到接下來就十萬二十萬三十萬 就很容易的 就會越罰越高 那就會罰很多錢 那這個當時我們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像這個是去年 去年全國衛生機關 這只是衛生機關 才罰食品跟化妝品這兩類而已 就六千 將近七千件 那七千件裡面呢 大部分是在電商 就網路平台是以電商為主 大家看得出來大概是這些 那這裡面其實罰的錢有的很高 那大家很小心想要不要被罰錢 但是因為要涉及的法規太多了 其實記不起來 而且不同產品 有些詞彙在A產品類可以 在B產品類不可以 就很容易會出錯 像這邊有一個例子 我們上個月查一下 查到我們關係企業 被罰66萬 66萬 而且是在LINE VOOM上面被看到 然後被檢舉 檢舉之後就罰 但是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檢舉 就是大家去檢舉 所以 所以 就是說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新產品 我們下個月會發表 那後面會希望跟大家合作 特別是像 跟 Matec公司來一起搭配合作 對 所以我想我大概簡單的分享說 我們現在目前從文字的角度 就嘗試創新 創新 那剛剛這個合規 這件事情其實是 跟速度法 是有點關係 又沒有點關係 它有點是 因為我們周遭 開始有很多朋友 跟我們提說他們有這個問題 問我們能不能解決 那我後來開始做 那後來也 目前就整個投下去了 我們其實投了一組人下去 大概 四個月 五個月的時間差不多出來 那它後面會有很多延伸 就是說 食品、化妝品 那它開始從廣告 會擴大到更進一步 比如說它在 標示、標籤、包裝 然後接下來就會到更進一步的 後面會延伸很多 那同樣類似像這種部分的話 其實在金融業有很大的需求 那我們其實要慢慢的往這些路線去走 所以我想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後面可以再多延伸 謝謝 好,給了一個大小車